CAPCOM 旗下的帥气英雄动作游戏《战国巴萨拉》系列 为了纪念诞生十周年的到来 公布了预计将于 2015 年夏季推出的最新作品《战国巴萨拉4 黄》 并且将首次登上 PS4 的次世代平台 这次的《黄》将以规格外的大分量与综艺感作为轴心概念 带给大家超多可操纵武将与破天荒的剧情发展 像是全新武将千力收就是一位拥有双朝人格的茶匠 体内威顺儒雅与好战残暴的两种性格总是互相抵制 他将在战场上运用茶艺与舞蹈的力量将敌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前作中的大魔头足力一辉 以及人气高到步行的女王属性美女金吉玛丽亚 更是已经确定会在黄之中成为玩家们可以操纵的武将 而且在战场上打倒轮盘阵与轮盘兵之后 将会出现为关卡带来各种随机效果的轮盘 带给大家意想不到的混乱与乐趣 搭配上 PS4 的高画质解析度 与每秒 60 格的绘图表现 相信又是一款值得玩家依依期盼的经典作品喔